我昨天发了一个作品啊 就是国产车新能源车比亚迪奇亚而续航 吊打核子车 叫板很久了 奖励那么多了 有奖挑战 没有人敢来 一句都没有 任何一个核子和进口车都没有敢挑战 结果这帮也是破防了 在评论区这些是车 这些个车黑水军坐不住了啊 看啊 看这个评论区怎么说的啊 看 这人说了 大眼哥牛 国产吊打核子 没毛病 就是从里到外啊 都吊打 看底下啊 拿嘴吊打 关起门来遥遥领先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根损了啊 整个啥 哎 现在理性的人真的少 那我底下我又说了啊 还关起门来遥遥领先 开什么玩笑啊 核子在中国都几十年了 都有几十年的优势了 现在还干不过国产车 怎么就关起门来呢 核子车就是不行 你崇洋没外已经不尊重致死了 你要觉得你行 那你就来比呀 你看一辆核子车比 所有核子车厂家 日系的 德系的大众BBA啥的 保时捷 来不服来啊 看谁续航长啊 咱就不用说是比续航 比外型比你帅 内饰比你豪华 科技配置比你高 安全性不比你差 对不对 啊 燃油经济性比你省 还很便宜 为什么你们有几十年 上百年的优势 都干不过国产新能源车两年 销量远远超过年 那日系主打什么 皮是耐用省油 现在看来全是谎言 都是骗人 这两年销量断崖 断崖再断崖下往 你们已经有那么巨大的优势 为什么今天依然败北了呢 又败了呢 啊 最后一项这个高科技技术 远程养殖 整一帮这个小黑粉来了 你们才是用嘴跟那个啊 就是害吹牛的 这现实摆在面前了 还有啊 这种人啊 就是怎么说 鬼鬼祟祟的 你看连个作品都没有 有很多私密账上 就什么时候都不能像我们一样 正大光明的来 咱们除了探讨和比较一下 是不是 没有 一个没有 你看看啊 这个王船福董事长 上丰田那个展台 问那个丰田市集 你这车卖二三百万 续航多少 不敢说 那 那销售人员 字字乌乌的 顾左右 而言他就不敢说 最后说呢 应该续航五六十 几百万的车 续航才五六十 为什么他不好意思说 是不是 对不对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所以说啊 就是 不要再重阳没外了 在汽车这个领域啊 燃油车的性价比 这个产品力 也已经远远超过赫值了 听懂没 燃油车的产品力和新加比便宜点 然后这个 新能源车是远远的 遥遥的领先 把他们甩在身后了 不服来站 不服就来比较了 听清楚吗 别嘴硬 不要不要在网上走抹黑国产车 不服咱见面比一下 听懂没有 就看不上这帮崇洋没外的贵田狗 就是不站起来 就看不上这帮崇洋没外的贵田狗 就看不上这帮崇洋没外的贵田狗 就看不上这帮崇洋没外的贵田狗